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美元十美元就非常多了 海地这个玩得有点大 不过乔纳森也没说什么 她是海地的男朋友 却不会对海地的行为指手画脚 也替我押五美元吧 唯独我们小组赢 宁雪认可夏小兰厉害 却也不会想自己会输给对方 这份自信她是有的 海地马上高兴起来 宁 我就知道 你和我是站在一边的 自信势不缺 只是海地和乔纳森似乎要有争吵了 这时候她不站在海地这边 小组先闹了内讧 大家还拿什么A呀 和乔纳森组队就这点不好 乔纳森和海地是情侣 情侣之间总难免闹矛盾 宁雪等着见识夏小兰小组交作业 这时候向力找她参加聚会 她听到就直接给拒绝了 这次我没时间去 向力气得吐血 还要忍着气问宁雪 夏师妹本来答应我了 可以 她也不会有时间啊 学校里都那么多人拿这件事打赌了 以夏小兰的性格 怎么会同意去参加聚会 宁师妹和夏师妹关系很好吧 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出来的 又恰巧都在康内尔 向力从侧面下手 她真是找错人了 宁雪这高领之花很明白地告诉她 只是普通同学而已 这样聊天 向力没法接话 华清的学生都怎么回事 夏小兰难缠 宁雪也噎人 宁雪觉得自己可能得罪人了 这个想法从她脑子里一闪而过 她是想要和纽约的华国留学生守望相助 但不是此时 不是此刻 这些东西是次要的 是生活的调剂 而非必需品 宁雪放在第一的永远是建筑 她都忙不过来作业 哪里会有耐心和向力应酬啊 换了别人来问 宁雪的态度还没那么糟糕 上次宁雪好心提醒夏小兰 徐静和马海的糟糕名声 还被夏小兰反过来上了教育课 宁雪对向力就有想法了 到底是不是向力做的 宁雪不确定 但向力肯定是不想徐静和马海好的 车子的事宁雪就完全理解不了 她从小受到的家教都是不能随便收别人的贵重东西 夫妻间肯定不分彼此 但还没成夫妻呢 分手了还不把别人买的车还回去 向师姐对不起 我还有课 再见 宁雪匆匆挂了电话 听着那嘟嘟声 向力终于忍不住摔了电话 一个两个的 到底在教我什么 现在的新人还懂不懂尊重前辈 夏小兰难接近 这个宁雪也傲得很 李庸似乎不太意外 我招人打听过了 宁雪的背景不简单啊 他爷爷是国内的建筑太陡 宁言凡 宁言凡从来没掩饰过自己和宁雪的关系 走哪里都把孙女带着 李庸稍微花点工夫就能打听出来 去华清大学一问 谁不知道宁雪和宁老的关系 难怪能把人送到康奈尔大学留学 向力不由讽刺一笑 这个世界真不公平 这些人想念华清就念华清 国内待够了 家里长辈马上能送他们出国留学 同样是公非留学 我们这些家是普通的人 为了争取到机会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坚信 那夏小兰呢 她又是什么背景 她没有背景 李庸的回答出乎向力意料 怎么可能 没有背景还能有这么多钱 这不是正好吗 有背景反而比较难办 虽然很难从华国来纽约找我们算账 到底有后患啊 夏小兰是遇难人 老家是农村的 听说 在国内有个男朋友 男朋友家里比较有背景 向力根本不信 夏小兰那样像是农村人吗 你这消息哪里打听来的 到底靠不靠谱 他要是农村的 还能带这么多钱出国 嗯 消息肯定可靠 我告诉过你 现在国内的形势变了 和你出国前比 虽然才两三年功夫 做个体的那批人 已经先富起来了 这个夏小兰家里也是 家里人都在做生意 舅舅在南边搞建筑队 还有开什么服装店的 你老实告诉我 你消息哪里来的 你呀 我和任何一个女孩子说话 你都要吃醋 我是对他们有意思吗 我是在办正事 这些都是韩琴告诉我的 他热衷交际 刚来纽约一个多月 就想和你别苗头 我知道你不喜欢 但韩琴讲 在国内也挺有能量 否则 他和他那个身居简出的男朋友 怎么能一起来纽约留学 这样的人 是我们交好的对象 小姑娘嘛 爱出过风头 不奇怪 在国内也不敢高调 到了国外 还不许人家放松 你让一步 这样的小姑娘很好红 李庸还是有心教向力的 向力如果不聪明 早晚会坏她的事 向力奇怪道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啊 因为他男朋友 和夏小兰是老乡 你猜为什么 不会吧 因为韩琴打翻了醋坛子 男人呀 就喜欢长得漂亮的 老实说 看着夏小兰长得那么漂亮 你真的一点不动心 向力的几番试探 终于让李庸没了耐心 没有哪个女人的漂亮 是永恒的 再美的皮能都会摔白 只有窝在我们手里的东西 才是真实的 以后 不要用这些话试探我 追着某一个漂亮的女人跑 卢子儿才会那样做 比如徐静 为了向力 连自己家的祖产都卖了 结果向力还是把徐静甩了 李庸也不敢确定 向力对他是真的死心塌地 如果哪天遇到一个 各方面条件还不错 还能给向力弄到 永居全的男人 向力肯定也会 毫不犹豫离开他 所以 一个男人 重要的还是有权势和财富 别说向力这个等级的女人 哪怕像夏小兰那样漂亮的女人 就会自己主动送上门了 一个算什么 十个百个都能找到 李庸志向远大 颇有枭雄心态 皇后区的威尔逊酒店顶楼 真有财富的哈罗德威尔逊 晚上难以入眠 无知者才会无畏 哈罗德就不敢像李庸那样 盲目乐观自信 他的财富是威尔逊家族的积累 让李庸一个人奋斗 这辈子都追不上 但也没见夏小兰主动送上门呢 本以为不会见面了 偏偏夏小兰又跑来纽约 这到底是有缘分 还是没缘分 康纳尔大学建筑系 倒也不是没有见面机会 翻译